我们今天上传到付费的影片托管空间都是有容量的大小限制 那既然是付费嘛 所以费用越高 你的容量才能够越大 所以我们希望上传的影片容量可以先降低 那我们就要用软体先把它做压缩 那我们来看这个软体叫做vidcoder 到这个网站来vidcoder.net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安装 这里有一个portable.exe的这个档案是 Windows专用的档案 那portable的意思就是说免安装 那这个installer就是安装 那免安装和安装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免安装它可以带着走 就是这一包资料夹 你如果直接把它copy到另外一台电脑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exe的执行档 就点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我们直接先下载这个就不要安装了 就把它下载回来 好就这个档案 我们把它在资料夹显示看一下 OK 就这个档案而已 然后把它点击一下 按执行 好了软体打开了就这样子 好看起来蛮简单的 这边有个开启来源 视讯档 第一个开启视讯档 那选择我们的影片 好这个影片好了 我们先按右键看一下这个档案的内容 看一下它的大小是34.6MB 已经蛮小了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这个把它开启 用这个软体把它做压缩 看出来之后的档案大小是多大 然后输出路径这边 选一下输出路径 我一样把它输出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选择资料夹 然后档名呢 我们档名把它改一下 改字2好了 不要重复到 好 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编码 点击一下编码 开始啰 底下这个绿色的进度条 那如果它在转码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太花时间 你不想等待的话 右边这边有个 完成的时候做什么动作 你可以把它关闭这个软体 或者是休眠 或者是登出 或者是直接关机 那你等一下呢 它转转转转档完毕之后 它就直接帮你关机了 好那我等一下 我还在录影片 所以不要做任何动作 这样子 好了转档已经完毕了 然后这边显示 就是已经成功了 这里 然后这个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两下 看一下这个档案 我觉得Ttuck 是一个非常好的口才训练工具 其实呢 看起来也是蛮清楚的 画质好像没有什么减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档案大小变多大 就是这两个档案了 这个档案 来看一下它的资料 原本的档案是34.6MB 转档完毕之后 变39.3MB 变大了 为什么反而变大了呢 来我给你讲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本来这个档案啊 就是用Temtesia这个软体去编辑出来的 那Temtesia这个软体呢 它本身的压缩功能就已经非常的强 所以它本来就很小 假设你今天是用Premiere或者是Final Cut之类的编辑软体啊 它编出来的档案啊都很大 像这样子的影片大概三分钟的影片啊 出来的影片画质虽然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点啊 但事实上看不太出来啦 但是它的体积呢可能会是300MB 整整比我这个影片大10倍 或者是呢你直接从相机或手机拍摄的影片直接汇录 没有经过转档的话呢 大小也是这个的大小的10倍以上哦 好我来找一个这个做示范比较准 这个是940MB你看很大吧 1分钟26秒就940MB 真的很大 MOV的档案 这是从Canon的相机直接录出来的档案 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这个画质 大家好我是牛奶爸 画质其实也还好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1分26秒嘛 我们再来用刚刚的这个Videcoder 然后来编辑一下 一样开启视讯档案 然后找到刚刚那个档案 好刚是这个档案 开启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选一下输出的路径 这边按浏览 按开始编码 好这边开始跑了 好快完成了快完成了 好完成 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原本这个档案 副档名是MOV的档案 940MB 然后这个我们刚编码过的 剩下14.7MB 长度一样是1分26秒哦 都没有变哦 你看 但是大小就差很多 画面宽度高度也一样哦 1920×1080有没有 但是大小变14MB 14.7MB 940除以14.7 整整大的将近64倍 差有够多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画质好不好 这原本的画质是这样 我把它点来看一下 你看你们能够看得出来哪一个画质比较差吗 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但是你看MOV这个档案900多MB MP4这个档案只有14MB而已啊 所以我们在上传影片之前呢 记得要先把它做压缩再去做上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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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